你就當幫我一個忙 跟亞軍假裝是一天一起的 周亞軍 你是個卑鄙小人 我討厭你聽清楚沒 一定會已經找不到亞軍了 奶奶要是知道你周亞軍死的話 他一輩子都不可能喜歡你的 我最後有發言 接著Cherish 要我送你一個珍惜的人 那就先喝 其實大家 一定有很重要的意義 你要好好保管 小貝不是女女朋友嗎 他現在可能沒來 杜亞軍 你們是大意來接我一起上山嗎 怎麼自己先回來 我希望 亞絲跟小貝永遠在一起 奶奶 你說錯了我是亞軍 是亞絲 對 你太過天真 不夠誠懇 你兩眼不深 你兩眼不深 當然不夠動人 我有點粉 讓你重新作惹 萬別成人 結束 既就要單身 请想清楚 只要走进这麦指寸 你会发现我 这一件没事的 不是不可能 爱上一个人 我不得不去 小心认证 爱上一个人 总是让我太过分身 爱上一个人 我不得不去 小心认证 爱上一个人 总是让我太过分身 爱上一个人 如何最难得一百分 给我个人生 就可以美梦成真 爱上一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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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是我的地盘 原来他在这里给我杀野 你现在是怎样 下午啊 还是你要帮他还钱 多少 十万 听听看 十万块 你真是没见过世面 不然人家搞得这么狼狈 我告诉你 放开他 给我滚 什么东西要我滚 好 好 好 我知道我叫你滚 你一定会不爽 但是 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永远不敢再经过这里 你的车 有吗 咱们来玩个游戏 我们来开车对撞 谁先闪开的 谁就输 如果是我输了 你们的事我一概不管 陈娇 陈娇 回头看她的儿子哲敏 专业比不过杜雅思 耍狠比不过凌尔齐 如果是拿给她的话 那我不就是一个 没有明天的人了吗 你喜欢杜雅思 可以是令尔齐 我喜欢尔齐 我喜欢尔齐 这边吧 那不就是你 打扮我 你喜欢尔齐 我看不慣人家在我地盤 傻野 怎麼吧 那十萬塊我還是會還他們 但是你可不可以 再幫我一個忙 我知道小貝是你朋友 你應該不會答應 但我還是想試試看 試什麼 只要我贏了明天的評比 我就有十萬塊可以還了 你願意幫我嗎 我 我 你幫了我這個大忙 我都還沒有謝謝你 我們今天就要回去了 其實我也沒有一定要回去 不然你有什麼想法 我們不是約定今天當情侶嗎 今天好像還沒有結束了 從現在到晚上十二點 還有四個小時 是喔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只是在想 過了這四個小時以後 這個契約就結束了 對 我也是在想 還有四個小時 這個契約就要結束了 是 是 那你是想要謝謝我 請我去吃飯還是 那太熟悉了 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你一定會喜歡 你一定會喜歡 這裡好美喔 還不夠美 我通常會到海中央去 回頭看岸邊的燈火 這樣才美 可是現在已經很晚了 你看人家住遊艇的都要休息了 跟我來 你要去哪裡 這是人家的遊艇 你要幹嘛 你真的不可以隨便進去 這是人家的遊艇 這是我的遊艇 你又想要騙我 我才不會相信 從現在開始 我不會再騙你 一晚的海很有魅力 我帶你去體驗一下 我帶你去體驗一下 在我心裡 最愛的人就是你 裝上翅膀我要飛向你 好 拿著 這個耳怎麼是假的 等一下妳就知道了 來 拿著吊竿 放下去 看到沒有 在燈光的照射下 你這樣一搖吊竿 那個耳就會搖 就像小魚一樣 然後小管就會來吃 真的 我的有了 都沒有 可以吃軟湯 對 要搖一下 趕快 等好久 我要接 我愛 同時好不好 不要亂動 你在幹嘛 小管生魚片 這樣也可以吃 當然 自我嗨 把糖大一點 怎麼樣 好不好吃 好吃 這個時候一定要來一點紅酒 才夠浪漫 什麼 你確定你要喝 為什麼不喝 我今天覺得很輕鬆 因為我是我的負擔 都已經放掉了 當然喝 對 立妍奶奶對你也沒有誤解了 那你以後就不用再假扮牙子 這都要謝謝 乾杯 乾杯 更重要的是 我也原諒你了 這個 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對 是沒有那麼重要 我在你心裡 根本也不構成任何負擔 現在你心裡唯一的負擔 就只剩下晴空了吧 我是白癡啊 氣氛好好的 幹嘛提到晴空 他要是喝醉了 又會抱我 又會對我笑 不行 不行 太可怕了 我先把酒消耗掉兩杯 剩下的 他應該就喝不醉了吧 你幹嘛喝那麼猛 對不起 害你又不開心 就當我沒有聽到晴空 這兩個字好了 你看 本來很好的心情 都被你弄壞了 你這樣講 我很沒有面子 你不是說 今天跟我辦情侶 很開心了嗎 更何況 我要跟晴空比 不過條件有差很多嗎 拜託 你要跟晴空比 不要鬧了啦 晴空長得比你漂亮 身材又比你好 又會剪頭髮 最重要的是 他不會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在旁邊查完根本題 不要再說了 反正我就是泱泱不如他 你幹嘛拿你自己 跟晴空比 就算條件不如他 你也不用這麼生氣 誰說我在生氣 更何況 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前 我都還是你女朋友 憑著點 我就有資格生氣 酒不是這樣喝的 你不要管我 反正我長得吵 我身材都不好 我條件都不如他 我這樣喝酒有什麼不對啊 我這樣喝酒有什麼不對啊 對不起 你撥的號碼現在沒有回憶 所以你把你給我給別人 愛情的家裡 明天就要評比了 雅思到底把小貝帶到哪裡去了 海群你還在啊 毛利 你知不知道今天雅思帶小貝去哪裡 不知道啊 沒講啊 我打他手機他也沒有接 打他家裡電話他也沒有接 又不在店裡 我只是要問他啊 洗髮精快沒了 要訂多少箱 找不到人怎麼訂啊 這麼晚也應該要回來了吧 對啊 都已經幾點了 十二點多了耶 拜託 總監如果想要對小貝怎麼樣的話 直接帶他回家就好了嘛 沒有一定要帶他上賓館啊 對不對 總監八點多的時候有打電話給我啦 他有提到遊艇 遊艇耶 在哪裡 啊 公公在哪裡 遊艇在哪裡 遊艇就是在那個 遊艇在哪裡我絕對不能講 一定會馬上傳過去 萬一要是總監跟小貝正打得活熱 那我一定會被犯了掉啊 遊艇在哪裡我是不知道啦 不過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遊艇在馬頭 遊艇在馬頭 這麼多馬頭 你到底哪裡找啊 你怎麼可能找得到 總監還有提到遊艇 從那次我出車禍 你穿著二十三號球衣救了我一命 便注定了我們兩個人的緣分 林耳其 我喜歡你 我的腳下有路 我們的未來就會有路 如果你們對小貝有意思的話 麻煩二位對他認真一點 負責任一點 我就把我們家的小貝交給你們了 你不會沒有明天 你的明天還有我啊 我有一種衝動 想要在你最痛苦的時候 和你一起分擔啊 就因為她是個小女孩 單純 天真 剛好彌補你失去的童年 所以你就深深的被她吸引 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要告訴你的 只是一直下不了決定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小貝 我不相信你喜歡我的原因 只是因為二十三號球衣 引起的錯覺 我絕不相信 我現在就要去證明 可惡 怎麼沒油了 這個毛利 這條油艇 油也沒加出好嗎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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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壞了 這個毛利 到底是怎麼包養油體 糟糕 開得太遠 手機受不到訊號 小精靈 媽 不要離開我 這裡有好多小精靈 不怕 不怕 沒事 以後在你身邊 別怕 糟了 小貝明天還要拚拚 天哥 不要太緊張 就照我所教你的 大膽你去設計 放心 你一定有通過評比的 謝謝你 沒難度 我不知道我這輩子 有沒有機會在遊艇上過夜 好 那就等我買遊艇 莫莉 時間快到了 要吃嗎 應該快來了 應該快來了 那小貝咧 也應該快來了 應該快來了 那為什麼連耳機也不見了 好 真奇怪 你們本來是兩個不對盤的人 可是卻莫名其妙共度了兩滿 上次我是要請你幫我乾燥 小精靈 所以才把我家過夜 加在賭注裡面 你該不會以為 我是想暗示什麼吧 當然不會 這一次我會請你當雅君的女朋友 也是為了讓奶奶開心一點 我想 你也不要想太多 沒有 沒有 我當然了解 換你 算了 送給你吧 你不是說這個髮夾 只是借我配衣服而已嗎 現在幹嘛又要送我 東西待在你頭上了 我再拿回來 會嫌得我很小氣 只是這樣而已 這個髮夾的意義 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我有點忘了 好 是這樣 那你送完就不要後悔 到我手上的東西 我是不會還給你的 對號 明明快要開始了 我們要怎麼走 不用擔心 我剛剛已經跟經過的遺傳求救了 他們很快就會把備用油拿來 那就好 定要再檢查一次 拜託 可蘭 妳來 毛麟 屏閉在哪兒舉行 在裡面 妳先休息一下 屏閉馬上就會開始 毛麟 急什麼 曉飛剛兒期又還沒來 只來第一名模 自己卻不見蹤影 可蘭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想請妳幫忙 你說話 為什麼要酸酸的 付出後 身是如日中間的第一名模 妳為什麼要來幫一個 明不見清傳的髮型助理 妳真的跟小貝感情這麼好嗎 還是妳想幫她的師父 林兒期 我其實同情小貝剛出道 想幫她一下 就這樣而已 真的這麼單純嗎 好 毛麟 妳走 我 對不起 我電話來了 我接一下 不好意思 喂 我在海邊 耳其 你怎麼還在海邊 我找了幾個碼頭 還沒找到小貝 你一整個晚上都待在海邊 今天就為了找小貝 我的天 浪漫都不行 妳跟菲蘭杜說一下 拼拼可能要晚一點開始 我一定要找到亞視跟小貝 好 我會跟她講 什麼 耳其 不好意思 都是我害妳的 你一整個晚上沒有睡覺 我也想了一整個晚上 後來終於被我想起來了 總監好像有提到一個 什麼叫做星光碼頭的地方 你要不要去那個什麼 星光碼頭的地方試試看 星光碼頭 我跟耳其講一下 我跟耳其講一下 好 可憐 為了小貝 而且整夜的尋找她 如果是妳不見 我也會很擔心的尋找妳一整夜 現在說這些幹嘛 可蘭 今天看到妳 我有多難過 如果是以前 妳一定會是我這一組的模特兒 如今 妳去幫別人對付我 妳別自貪生下 我哪有心情故意對付妳 妳明明知道Mango是我的助理 這次的評比都要有多重要 如果輸了 是不是連我面子也沒了 妳還是那麼愛面子 這不過是助理間的評比而已 不 有人的加入 就是我跟耳其之間的評比 我跟耳其本來是好朋友 但現在因為妳 我們之間的火藥會越來越重 再這樣的話下去 我跟耳其 一定會有個要離開的 可以這樣不可嗎 離開的 應該是我吧 那妳要去哪裡 妳會關心我嗎 我 所以這是我一定要贏 可蘭 妳如果幫他們的話 我輸的機會一定會增加 Emma的事是我不對 可是妳一定要這樣報復我嗎 好 Richie 你怎麼會在這裡 應該是我問你們 你們為什麼在這裡吧 不要怪他 是我的錯 不然呢 你認為我要怪誰 你為什麼要帶小輩出海 然後音訊全文 你知道我 找你們整整找了一個晚上 我一個碼頭 一個碼頭的找 找到現在 對不起 害你那麼擔心 雅思 你不知道小輩今天要評比嗎 我知道 但是又挺臨時故障了 我開不回來 知道 那你非得要在評比的前一天 帶他出海嗎 Richie 你誤會我們了 我昨天跟雅思在一起 是因為去參加 莉顏奶奶的慶生會 我不管你們昨天去哪裡 我在意的事 任何影響到評比的事 都應該擺在一邊不是嗎 是不是 雅思 而且雅君的事情是知道的 我昨天請小輩幫個忙 只是不如要完成奶奶的心意而已 我請他跟雅君當一天的女朋友 這個約定到昨天結束 就這樣而已 約定結束 然後把小輩利用完 就丟到一邊 評比遲到的事情就可以這樣算了嗎 我沒有利用小輩 你為了自己的目的 去干擾到別人的工作步調 這不是利用 這是什麼 Richie 對不起 是因為莉顏奶奶 很希望雅君追我 所以我們假扮成情侶 真的只是為了討莉顏奶奶開心 昨天在遊艇上的事情 真的完全完全只是個意外 真的沒有什麼 約群 我跟雅思 妳跟雅思的約定已經結束了 那我跟妳的呢 不要忘了我曾經跟妳說過 在評比過後 我會告訴妳我的答案 我一直在等妳的答案 好了 我們可以回去了 我已經跟莫妮說過 等到妳回去之後 評比才會正式開始 妳不用擔心 謝謝 小輩 總監已經到了 總監已經到了 各位 各位 不好意思 因為個人的事情呢 耽誤了一點時間 在這邊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今天是New Image的年度評比 獲勝的人 將會升為助理設計師 以為是公司未來的重點栽培對象 Mango 小輩 好好表現 拼命開始 請雙方model就位 並請雙方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 以情鬥初開為主題的造型設計 請雙方在一個將會 請雙方在一個小時之內 ещё 預知 請在這邊 請渡 頂級的沙龍 評比是什麼狀況 所以呢 Mango要我當他的模特兒 所以我就答應他了 不好意思 沒有時間跟妳們講 雖然我們都是慶雄妹 你怎麼可以投入第一 你這樣子 你根本就是背怕小輩了 不可以說 有這麼嚴重嗎 小輩才不會因為我而輸 他的模特兒可是第一名模 葉可蘭 我怎麼跟他抵 是嗎 小輩 不好了 我找不到可蘭姐 怎麼會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 甚至這裡都沒有人 我看現在只有妳可以把可蘭扣回來 趕快打給他 不用了 怎麼搞的 可蘭不是來了嗎 怎麼會跟費難度講了幾句話 以後就走了呢 可蘭 我懂妳的 雅思 平民能不能延後舉行 我不贊成 我們正常的模特兒 已經被別人勸退了 你一直在說我嗎 可蘭是我的朋友 難道你要正常跟他講話 你到底跟他說了什麼 他才會臨時改變主意 可蘭是個成年人 要留要走 做他自己做的決定 沒有人可以強迫他的 不是嗎 我認為 評比應該立刻開始 我們原本的模特兒都走了 怎麼比賽 如果你對我不滿 針對我就好 不要利用手段 干預評比 來影響到小輩的前途 小心的用字簡詞 沒有任何證據 也要隨便指控 我沒有針對任何人 我只希望今天的評比 能順利的進行 沒有找他的朋友哲明 小輩同樣的 也可以找到朋友彤彤 或是醜眉 再不行 非你或小愛也在場 我想他們一定也會答應你 怎麼可以說 找不到Model 小輩一直以來的設計 都是針對葉可蘭 我不贊成這個觀點 哲明是個男生 要不要跟情鬥出開 相對的就比較困難 小輩只要隨便再找一個女生 他就已經站得上來了 我說得沒錯吧 總監 雅思 我在朋友裡想提醒你 你是總監 不要讓他覺得你為了私情 更影響專業上的判斷 請你挑一位在場女生當Model 並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 可是我 我選他 莎拉 莎拉 她回來了 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Sara 妳怎麼會來 Sara 我要平平的模特兒突然不見了 妳可不可以當我的模特兒 這 拜託啦 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如果妳也不幫我的話 我真的會完蛋 小貝 好啦 小貝 我來這裡不是當妳的模特兒 我來這裡有其他的事情 你還會有什麼事情 你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件 就是要搶回妳男朋友 是啊 我的事情就是搶回我的男朋友 小貝 不能當妳的模特兒 我跟妳說抱歉 因為我的男朋友就在這裡 小貝 跟我來一下 幹嘛 妳到底知不知道她是誰 她是我朋友Sara 她不是Sara 她是晴空 她是晴空 我家Sara 焦糖拿鐵 我最喜歡喝焦糖拿鐵 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是我一生當中最美的回憶 送給妳男朋友 要追回我的男朋友 可能需要花一段時間 真的應該要忘記晴空 重新開始 妳回來了 妳回來了 今天天氣正好 晴空萬里 我會在晴空的日子 這就是我會在晴空 各位 晴空臨時回來 打斷了拼蔽的進行 不好意思 小貝 看來妳跟晴空 已經彼此認識了 我看 彤彤好了 妳選彤彤當人的貓的好嗎 妳很緊張 第一次評比 難免 妳把心情穩定下來 好好的設計 而且就在妳身邊 它會幫助妳 獲得情鬥初開的靈感 好好努力 希望妳獲得勝利 好 妳要不要去 妳也要去 不要去 妳要去 說 就跟妳要去 妳要去 找我 金城全力以赴 贏得这次的评比 现在评比正式计时开始 小贝在干嘛 比赛都已经正式开始了 他怎么都还不开始剪啊 小贝开始剪啊 虽然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 但是我就喜欢他这种 直率的恶心 你们两个到底哪一个 才喜欢小贝啊 他 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喜欢杜雅思 小贝 我已经为你打开了之后了 对不起 青棕跟我约定三年 算了 我却不愿意拿进来 算一算完 就整理你都三年了 我想要重新开始 忘掉晴空 杜雅思 加油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GO 菲若瑜 谢谢你 快点啦 我跟他之间呢 有泰哥美好的回忆 是任何人法代替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比赛时间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我的大小姐带钱来了 没有 没有 你来干嘛 你不要道理 你不要道理 一天不还钱 我们两个就天天来 你放开他 请我滚 我把昨天 民意不容辞 出手相救的那份感动 投入在今天的设计主题上 我想这就是我对情斗初开的 真实感受 在很久的前面吧 我以后才会有点阅飞 我可以做到的 我以后有点阅飞 要是尽量的 要是尽量的 我以后有点阅飞 MINGO選擇男生No Model 要不要先青豆出開 本來就比較困難 不過這次他的作品 在水準之上 充分掌握住主題 我跟耳其還有費難度 一直認為MINGO通過評比 承認助理設計師 費難度 謝謝你為New Image 再配出一位信手 下次我要謝謝你的公正無私 讓MINGO出足的機會 你怎麼回事 告訴我 這麼重要的評分 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就是沒有靈感 沒有靈感 沒有靈感 我跟耳其交了你這麼久 你就回答我一句沒有靈感 對不起 你不是從耳其心上 看到青豆出開的靈感了嗎 你不是一直期待評比之後 可以跟他公開交往嗎 如果你真的這麼在乎耳其 為什麼今天還會搞砸 那一件二三號球衣 是雅思的 就你的人不是我 是布雅思 雅思 這件事情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也請你也同樣的心情 祝福我和女群 很好 祝福你 你為什麼不敢回來面對雅思 這三年段 亥雅思一個人這麼痛苦 你不覺得你的愛太自私了嗎 其實你可以明天再捧我髮夾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把那個髮夾送給我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還好 輕輕開閃我的眼睛 整個心裡都是你 希望真愛能被你感應 你是月亮 我是星星 陪你一起输心情 接着我两爱情的降临 在我心里 最爱的人就是你 装上翅膀我要飞向你 爱的眼睛 如此坚定 这是我们的甜蜜约定 Baby, you will know I love so sweet I lov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